观众朋友午安 感谢您持续加入1月14号的华视五间新闻 我是林文 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今天凌晨新竹县新峰西滨公路 出现了一大群飙车族来占用道路 违法禁诉 甚至出现跳狗类等等 刚刚看到的危险动作 简直就是把马路当成赛道疯狂的烧胎 而另外也在一旁放烟火来狂欢 警方获报之后 持续的锁定车牌要来找出车组 不但是以设为法来裁罚 更将这群嚣张的飙载 以公共危险罪来送办 三辆改装机车同时向前冲冲冲 重点是车速相当快 夸张的是 还有两辆机车做出孤轮等危险动作 骑士甚至都没戴上安全帽 不只如此 这群嚣张飙车族放起烟火 搞得闹哄哄 镜头转到旁边 除了大批改装机车 还有汽车都在现场 非法占用道路竞速危险驾驶 事发在十四号半夜 新竹县新丰乡西滨公路 这群嚣张飙载 趁夜深人车稀少 擅自将马路占为己有 违规禁速 但他们的可恶行径可不止这样 现场留下一圈一圈的烧胎痕迹 飙车族不仅霸占马路 还破坏道路 警方获报后赶往现场 拦插至少六部危险驾驶车辆 持续扩大调阅监视器 将涉嫌驾驶依公共危险罪 及社会法送办 标车族的夸张行径 不但严重影响他人 提醒民众 车辆竞速只能在合法 合规的封闭赛道进行 危险驾驶不但有行责 更来用路人安全 开玩笑 华氏新闻张全新竹采访报导 在关心高雄的这一期死亡车祸 有一名二十四岁的男骑士 在左营区一处路口左转时 被一辆直行的轿车给撞上 纵伤送医 治疗一周后还是伤重不治 而这名男骑士身份是军校的高材生 详细的情况要连信给记者邱均平 均平提说 视频主播看到机车来到一处路口左转 被一辆直行轿车撞上 骑士人车倒地 这起车祸发生在1月6号凌晨12点时 高雄左营区民族一路与崇爱路口 机车被执行白轿车撞上之后 回弹滑行在撞上对向车道停等 红灯的另一辆轿车 骑士当下重伤送医急救 来听下警方的说明 24岁的萧信南骑士在抢救一周后 仍旧因为伤重不治 根据调查发现萧信南骑士市民军校高材生 去年112年5月才从美国危机尼亚 就读军校毕业 还曾经被总统接见过 发生这一起意外身亡 让军方跟亲友都相当的不舍 好了 以上视频掌握的最新讯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